作词 李宗盛 请看《华严经》四地评 今晚我们从头念一遍 二世文书斯利菩萨摩佛萨 告诸菩萨也 祝佛子 苦甚地 此处破戒中 和民罪 和民逼迫 昨天我们讲到此地 罪 你受罪了 你受罪了 这个受罪 意思就是受苦了 那逼迫呢 那逼迫呢 也是罪 也是在受罪 所以 罪跟逼迫 在罪了 罪人员 是罪人员 罪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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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苦 苦苦里面呢 又有八种 这个僧老病死了 这是四种 僧病 也是受罪 也是在受逼迫 身一心 多苦 除这四种之外 又求不得 爱别利 念曾慧 无因之甚 那么这是讲的 苦苦 确实 上至帝王 下至乞丐 没有一个人 能够避免呢 那么这个四十真相 我们每一个人 我想都有很深刻的机会 今天 我们再接着看了 第三句 何明 便宜 那么讲便宜呢 就是坏苦 三苦里面是坏苦 在欲界 佛所说的三粒苦 可以说 一节十三 三节十一 不能分 分 这个分开 苦苦里头 有坏苦 有辛苦 坏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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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苦里面 一定有苦苦 但是 在四界天呢 那这个差别就很大了 四界天呢 没有苦苦 何以没有苦苦呢 这是他有相当的定会 定 世间禅定 野生智慧 不过这个智慧 有些 为什么呢 出不了三节六道 可是 他能够 扶住 苦苦 我们常说 罢苦 交接 他这个没有了 这个定功 能够扶住 到五色界 那就更高了 他连这个色身 都不要了 这是我们常讲的 高级繁复 真正高级的繁复 他不要这个身 为什么呢 有这个身 就有苦 身为苦本 中国圣人呢 也懂这个道理 佛法没传到中国来 你看看 老子就讲过 我有大患 我有大患 未无有身 那个患 也是忧患 那就是苦啊 我有大苦恼啊 是什么呢 是因为我有身 有身 就有累赘 就有苦啊 那么这一点 确实 是古德所谓的 英雄所见 大略相同啊 但是 一般人 真的是 身在苦中 不知苦啊 他还要苦中作乐 那个作乐 他不是真的作乐 是造业 苦中造业了 这个是在底下一段 苦极灭地 我们就会想到了 色界天人 佛报很大 寿命很长 他是修禅定 而正得的果报 没有出三纪 这三的天道啊 色界天呢 那佛在经上 跟我们说 色界有十八层天 四禅十八层天 粗禅三天 二禅三天 三禅也是三天 四禅很特别 四禅有九天 这个九中天呢 有四中之凡腐 有五中是圣人 这凡跟圣的差别呢 凡夫啊 他这个烦恼吸气 是定功辅助的 没断 如果把烦恼吸气 断掉了 那他就不是凡夫了 他就成圣人了 所以佛跟我们讲 小臣 声闻 云主 在没有 更得阿罗汉之前 他还在六道里头 在六道里面呢 他在天道 在哪一道呢 就是在五不环天 但是他还要到人间来 你像出国许多话 他天上人间 要七次往来 如果证到二国呢 那就是一次往来 三国就要不来了 他在五不环天里面呢 直接往上身 就证阿罗汉国了 就超越三界六道了 所以烦恼 有灭断 有福断 福断 出不了三界 灭断了 才能出三界 那么这个是 凡胜差别 在此地 凡夫 修四禅八禅 最高能生飞翔 飞飞翔出天 这在古时候 世尊当年在世 印度 婆罗门教 于且素论 许许多多人 都有能力 达到了 这六道轮回的状况 他们了解得非常清楚 这一点都不假了 那真是 轻眼所见 轻而作稳 轻身体会 但是 这六道是怎么来的 为什么会有六道 这他就不知道 这释迦牟尼佛出现之后 把六道的由来 这说清楚 这说明白 凡夫 怎样才能够超越六道 脱离 重苦 这个理论与方法 那只有佛教 那只有佛教就得有了 所以 佛 不出事 一切众生 修行 修得再好 都出不了三界 修行最高的境界 那就是天道 天 很复杂了 不是单纯的 有欲界天 色界天 无色界天 欲界 大分 六成 细分就太多了 那么在色界 虽然苦苦没有了 他的定功 辅助了 坏苦存在 这坏苦是 他有身体 他有居住的 宫殿楼骨 就是说 他有一阵的境界在 但是他有寿命 寿命到了之后 他有死亡 死了之后 有望上身的 也有望下堕落的 但是 上身的不多 堕落的很多 在这个时候 他才感到苦 这个苦 叫坏苦 那么佛 在今天上 曾经跟我们讲 也讲了很多 比如 欲界 逃离天 这个词 中国人很熟悉的 中国人称 逃离天主 为玉皇大帝 世间 有不少宗教 都以 逃离天主 为上帝 尊称他为上帝 只有一些高级宗教 他们以大凡天 为上帝 以摩西手楼铁 为上帝 那是更高层次 逃离天 平常想落 确确实实 真的是 落都苦少 只有到 快要到临终了 七天 他感觉到有苦暴 怎么感觉到呢 第一个是 他头上戴的帽子 帽子上都插的鲜花 那个鲜花永远新鲜 不会枯萎的 我们这个世间 找不到 那么当他这个花了 帽子上花枯了 这个预兆就不好了 换一句话说 他的寿命只有七天了 花枯了 贴人穿的衣服 我们没办法想象了 又轻又薄 一尘不染 他不要裁缝 不要洗 永远是干净的 可是他寿命快要到的时候 他这个衣服 就会染灰尘 写灰尘 看衣服上有成垢 不干净 这个 他苦恼就生了 第三 天人的身体 妙极了 真的叫妙色 他的色相永远不衰 我们人间 有生老病 死 天人有生有死 没有老没有病 只有到临终前七天 才有很多征兆出来 这是身上有气味 他会流汗 平常 确定没有 这些宇宙 出来了 他就知道 他的寿命只有七天 这个时候他很苦恼了 所以他的苦 你看看 他的寿命很长 只有临终 前七天 他才有苦受 平常他没有 那么这个呢 虽然想遇见 他也有变异了 跟平常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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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状况不相同 啊 不失 祥瑞之相 啊 帅与之相 平常 他的相当是祥瑞 那么在我们 这个世界 三苦八苦 通通俱处啊 尤其是在 你 实在想 人生 在世 从前 多读 神仙书 所以 对于一切道理啊 他通达明了 无论什么境界限起 他知道 他知道 收敌 所以 他能够 保住 他的富贵啊 在中国 历史上 最著名的 范中焉 苏州人 映光大使 在文朝里面 对他非常赞叹 啊 映光大使 这一生赞叹三个人 啊 第一个是孔老夫子 那 急得得大了 啊 第二位啊 就是 范中严 那 那我们小时候 读书 过文里面呢 有一天记 那就是专门记载 范先生 啊 他在成就之后啊 他所做的事业 啊 他做过元帅 做过宰相 啊 真正是 中国 英语里面所说的 出将 入相 啊 出朝廷啊 是大元帅啊 回来的时候 是宰相啊 一人之下了 万人之上 那一人是天子 啊 他上面是皇上了 除了皇上之外 没有比他高的 啊 范中严 官做到这个地步啊 啊 但是 他一生 没想 这一点不容易啊 啊 啊 国家给他的俸禄 不少啊 他把他的俸禄 啊 养 贫穷的人 养三百家 啊 三百家穷困的人 靠他过日子 办义修 啊 办学校 农村里头 有聪明 能够 读书的 这些儿童 收集起来 请老师 教导啊 医学 医学就是不收费的 还要供养 赤柱啊 他不是为自己 为国家培养人才 一生作死 所以他的家道 一直到现在 都不帅啊 啊 贝贝 都有人才 出来 啊 英光大师赞叹 这是我们中国 杜书人的 好榜样 真地是 读书 明里 通达 英国 一生 断我修宣 急功 累得 啊 那么在近代 我们看到 曾国藩先生 叫湖南 这叫清朝 清朝 这个官位 他是做到最高风 啊 诸位都晓得 清朝 地方官 最高的是 总督 啊 总督管 两个省 啊 巡抚 管一个省 啊 就像现在的 省长一样 总督是管 两个省 范 这个这个不是 这个 这个曾国藩呢 做过总督 但是他做总督 管四个省 啊 这是清朝 有史以来 从来没有过的 曾国藩之前没有 曾国藩之后 也没有 啊 只有他曾经做过 四个省的总督 管四个省 所以称了小皇帝 啊 啊 你看看他的家属 家训 啊 他是怎样教导他的后人 啊 儿女 啊 他的这些侄子 管教很严呢 啊 当然 地位那么高了 家里用人很多 啊 啊 可是 平常 居家了 啊 这些 搞清洁的 他不要用人 他要叫他儿女 自己做 啊 从小 要学着吃苦 啊 家里面虽然有用人 用人也是人 决定不能够 轻慢 不能有 这个 骄傲的态度 所以 增加 一直到今天 也不帅啊 啊 过去我在台湾 这个这个 台湾 曾宝孙教授 就是他的后人 啊 所以明白 这些道理 啊 佛报现行 他自己不想 他把这个佛报啊 让社会 苦难众生去共享 这佛报大了 越积越大了 真的是 因极 后世 子孙啊 那么现在人 不读圣仙书了 富贵先前 贵是地位 官者 这是贵 富是财富 啊 这富贵一先前呢 作威作福 啊 真的 他想福了 啊 福当然 是他应当想的 过去生中修的 这一生呢 不知道修福了 啊 这个富 有些呢 几年 想完了 想完了 你下台了 那就是你富想完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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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财富呢 啊 你经营的事业 不错 拥有一万财富啊 不定什么时候 来了个风险呢 你的福报 净了 就在你这一生当中 事业帅了 事业帅了 公司倒闭了 我们常常在报章杂志上看 破产了 那是你前身的负 相信 所以我们在这个社会上 你只要冷静的观察 太多太多了 啊 出家人也不例外啊 你能够做到住持 做到当家 在一个寺院 或者在一方 啊 你是佛门 领袖 这秦史修的 这歌 英光大司常常教会我们 顿伦尽分 这句话有没有做到呢 啊 敬是什么 敬本分啊 出家人的本分是什么 这宗教知道 出家人的本分 就是前几年 我们在香港 这个奸杀嘴 这个福利会啊 在那个地方 尝尝奖金用的题目 学为人私 行为示范 那是出家人的本分 也就是说 出家人 一定要 持戒 修订 要教化众生啊 这个敬一三福 是一句里头 说得很清楚 很明白 你给社会做好榜样 孝养父母 现在这个社会上 对于孝亲的观念 非常淡薄 你要做出 孝顺父母的样子 给社会大众看 奉死 现在这个社会 死到没有了 学生不尊敬老师 不懂得什么叫尊师忠道 我们要做出这样子来 这个就是行为示范 我们起心动念 言语造作 给社会做一个好榜样 不是好的榜样 不能做 那就有罪了 你看看 我们这个做三规的时候 同学们来接受佛门的三规 三规这个仪式里头念的诗词 那是出家人的形象 归佛二族尊 我们是不是二族啊 二是有智慧有福德 我们常讲啊 智慧福德都是果报啊 怎么修的呢 敬僧慧 下僧福 这些年来 我们特别提倡 纯净纯善 心地纯净 行为纯善 别人不修 我要修啊 我是出家人的 出家人的本分呢 就是纯净纯善的 佛会与双修啊 做出来给世间人看啊 规罚利益欲准 你看看 你看看 世间人烦恼 废苦 从哪里来的 从贪欲心里头起来的 佛教我们 断贪嗔痴 修戒丁慧 那我们有没有做的 我们果然能够原理贪嗔痴 清修戒丁慧 这就是 受罚了 在一切实力欲望里面 佛讲得最透彻 讲得最清楚 欲望是一切苦本啊 要离开 利益尊 利益方法利益 佛法第一属生 第三讲 归一僧 众中尊 僧是僧团 不分在家出僵 只要是受过三归一 受过五戒的 这些佛弟子们 我们四个人以上 在一起共同生活 共同修行 向我们这个学会 共同来推展佛陀的教化 这叫僧团 僧团这是团体 我们今天讲团体 是世间 所有一切团体里面 最珍贵的 为什么呢 你是所有一切团体里面的 好榜样啊 我们有没有做到的 你做到 你是释迦牟尼佛的好弟子 祝福互念 龙天善神 勇护我 你要是做不到 做得不好 给社会大众啊 显示的是一个坏的形象 让别人批评你 回报你 他不是回报你个人的 不是回报这个团体 整个佛教 都受了连累 那这个罪过就大了 所以佛教这个团体 领导人不少当着 过去在中国大陆 出家人里面 有一句话 意思是说 你要害这个人 你就请他做当家 做主持 这个话讲的有道理啊 你做当家 你做主持 做得不如房 你肯定都阿贝地 那真的把你害惨了 众中生 那个众就是团体 在所有这个世界 一切团体当中 你是最殊胜的 最好的榜样 我一生 不敢搞道场 因为什么呢 我知道自己 没有福报 没有大难 做道场负责人 管理人 要有大福德了 大智慧 那真的是 急功累得了 所以中国古时候 寺院丛林里面 这个道场 这些领导人 都是菩萨在来的 佛菩萨在来的 不是普通人 普通修行人 在道场做群众 做义工 那是真正修行人 这个道场里面的 执寺 那是护法了 是为修行人 佛物的 所以都是 祝福菩萨 在来的 不是凡人的 这些道理 似是真相 我们不能 不知道 所以 中国 古时候 可以说 一直到 清朝 中叶 那个道场 都很如法了 没有是非 没有弊病 今天 我们还有几个同修 在一起谈讨 讲的是民主 民主 最早 就是在僧团里面 出现的 中国自古以来 四院丛林 叫舍方道场 里面的当家 住持这些知识 没有人委派 怎么产生的呢 这个四院注重 大家选举的 他的任期 只有一年 真月初一 上任 腊月三十 总辞 辞了之后 马上就选取 到第二天 早晨就一叫 这个制度 比什么都好 你做得好 人家拥护你 再选你 你选 可以连任 所以这个 民选呢 最早 是在佛门里面 实现的 所以 佛门 这个僧团 这个团体 是所有 一世间 一切团体里面 最尊贵 最值得人 佛门 值得人 赞叹 到底在此地 尽我们的本分 那出家人 我过去 讲的次数太多了 出家人的事业 是两种 一种 弘法 讲经说法 临重修行 这出家人 本分四续 那么第二种呢 护法 这个护法叫内护 就是你做主持 做当家 做知科 你在寺庙里面 担任了 执司 这是要内护 你护持道场 为弘法的 这一些出家人 服务 为这个道场 外命 信徒 居士们 服务 那么这些都是义务的 都是没有薪水的 内护外护 都是义务 这真正叫修福 积功 累得了 这是出家人的本分 顿伦 尽分 世尊当年在世 给我们做出最好的榜样 所以我第一个道场 真正是我建的第一个道场 就是台北佛陀教育基金会 这个景美华藏图书馆 那是馆长建的 不是我建的 我从来没有想到一个道场 因为道场你要管人 要管私 还要管钱 这太麻烦了 管得好 应该的 为什么呢 学为人私 行为示范 应该的 要做好榜样 管得不好 这就有罪呀 那个罪也不容易担当啊 所以检封闻之寺 均献 这个佛陀教育基金会 这个道场给我的时候 我一个星期是不好叫我 麻烦来了 最后 我这跟他谈条件 他很诚恳 我就跟他谈条件 我说我一生 从来没有趁手 问人家要一分钱 我说这个我做不到的 我宁愿过死 我要不会开口的时候 问人家要一分钱 我是这么个性格 我说你 这个地方送给我 这个地方要不要开销 他说那当然要 那我说开销从哪来呢 所以我说这不能要啊 他一定要捐 我说那好 所有一切开销 你一个人负责 最后他同意了 一个月六万块钱开销 每个月拿六万块钱来 这样到了过三年 三年我们在那里面讲了 这个也讲了三年经啊 那个听众慢慢多了 大家来互吃了 我们放了一个福田箱啊 都是自动的 绝对没有问人要钱 那么大家向这个福田箱里面投钱 三年之后啊 我就问他 现在收入怎么样了 他可以收支相抵了 哦 我说收支相抵 那好啊 那好 你每个月六万块钱就不要拿了 所以他拿了三年 那么里面一切操作 我就跟他 我给他约定 我说最重要的财务 你一定要负责任 把这段事情给我做好 每一天收入多少 支出多少 银行存多少 我什么时候说 你什么时候就能把这个账单清单 拿给我看 这一点他做到了 所以在台湾 我们也有会计司 台湾会计司对我们这个道场非常赞叹 他说你们的道场 里面就是一本账 没有连本账 经济完全公开 可以称得上台湾地价 这我们很安慰啊 指定的情 决定不可以挪用 有一年过年的时候 基金会有几个支援是拿薪水的 这个薪水发不出来啊 年过不去啊 经济问了找我 他说怎么办 他说我们印金的钱很多 可不可以从印金钱里面哪一部分来 我们过年用 以后呢 我们慢慢再归还 我说不可以 绝对不可以 到最后 我银行那个存款 都在他们手上啊 他说发思 人家供养你私人的这个银行钱 还有点钱 你可不可以给我 那些 我一看的时候 有六十万 那给你 我们图书馆 当然要平分 不能只照顾这一边 那一边 那就运言就来了 所以我说六十万呢 你们一边三十万 这钱提出去之后 我那个存折里头 还剩了几多块钱 所以 均线的人 给你是什么用途 不可以做别的用途 为什么 背影过我 今天我们可以说 佛陀教育基金会 不但在台湾 这个财务 是清白 大概在全世界来讲 我们也是第一清白 这一点真正做到了 我离开台湾这么多年 这个统统保持住 每一个月 都有财务报告 他们财务报告 印了一大账 给所有信徒们 所有进宗学会 他们都发 每个月 每个月也寄个五 这是什么 本分 万有一样 不公开 我们财务公开 人事公开 业务公开 大家看得欢喜 这是什么 我们做个好保养 那么此地的道场 是香港这边信徒们发起的 对层楼 成老局是供养的 是他发现的 因为从前在尖沙嘴租地方奖金 他说我们自己有个地方就不要租了 而且可以做一个摄影棚的 是好事情 我们请林子居士来当会长 我不是有意把他拖下地狱 决定没有这个意思 希望他寄功 所以我把台北佛陀教育基金会那一套章城办事细子提供给他做参考 希望能够在香港做到道场里面第一 做模范道场 做全世界第一模范道场 共中尊 这一点很重要 你自己做的光明磊落 一切为众生 为佛法 不为自己 但是道场一定要记住 人才敌 无论世出世间法 人能红道非道红人 遇到人才想尽方法 收容 不能够排斥 排斥 用我自己喜欢的人 人才不用 你这个道场的时候维持不了多久 那是佛道场的时候 那你造的罪业就中了 佛道场 我们是为佛菩萨工作 那就是金叶三福最后的一条 发菩提心 深信因果 读诵大臣 为人一言说 一言是表演 是正法 久住在世间 这是 每一个 金银道场的同学 都要记住 你金银道场 你才真正有功德 你才不至于犯罪业 否则的话 将来自己 真变 堕落得三图了 你可不能怪别人 尤其我们这个道场 奖金的道场 对于这些离四 都讲得很清楚 很明白 那你做错了 一个就是说 你一不听音 你不能怪我 另外一个就是听了之后 太大意了 还是随顺自己的妄想习气 作为精英办事的准则 不遵守 经论的教会 错在你自己 佛菩萨没有错 我也对得起你 我也没有错 所以要很虚心的 这个世间法常讲 敬业 这世间的事业 你把它做好 你要用恭敬心去做 后患是佛门的事业 现在时间到了